欢迎来到我们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丰富 首先我们要带大家探讨一个电池结构件背后的新学问 这可是绅士新智生产力巡礼系列报道的一部分 绝对不容错过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苹果公司 2024年第二季度 Mac出货量大幅增长了21% 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PC制造商 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最后我们来看看汉王N10 Mimi和Touch2024电子本的新功能 这些设备上线了学习类应用 包括AI提库和AI小白 学习变得更智能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证券时报报道 科达利公司在锂电池结构件领域的创新成就令人瞩目 作为绅士上市公司 科达利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使得锂电池结构件在安全性 轻量化和一致性等方面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 赢得了宁德时代 特斯拉等知名企业的青睐 科达利的电池结构件 由顶盖和翘体组成 其中顶盖结构复杂精密 包含多种元器件 翘体则对结构强度和散热性能要求极高 科达利凭借自主知识产权和多项核心技术 成功吸引了国内外顶尖动力电池厂商 公司在2021年荣获全国单项冠军奖章 进一步巩固了其市场地位 科达利的成功离不开其庞大的研发投入 2023年 公司研发费用超过6亿元 过去5年累计超过16亿元 科达利的研发模式 以客户需求和行业趋势为导向 与客户技术部门同步沟通 深入客户的产品研发和生产权过程 确保产品的技术和设计方案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还前瞻性地把控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进行先发研究 科达利在技术储备上也有显著优势 多个项目已研发完成 随时可以投入量产 截至2023年底 公司拥有409项专利 其中包括多项国际专利 显示出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 科达利在全球市场的开拓同样令人瞩目 今年5月公司宣布将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设生产基地 预计产值7000万美元 此外公司在欧洲的德国 瑞典和匈牙利等地也设立了生产基地 以更好的服务当地客户 科达利的产品在欧美市场同样具有竞争力 欧洲的三家工厂已有两家实现盈利 公司凭借对产品质量的专注和长期规划 成功从国内领头羊 蜕变为国际领先企业 科达利的成功不仅展示了 中国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也为新制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网易报道 苹果最新的iOS18 iPadOS18和TVOS18测试版中 Apple TV应用新增了Insight功能 这个功能在WWDC的最新软件更新中宣布 但之前的测试版中尚未实现 Insight能够在播放一些TV家节目和电影时 提供每个场景中演员的详细信息和当前播放的音乐 它位于TV应用界面的底部 实施更新演员和音乐信息 用户点击演员名字 节目会转为画中画模式 显示该演员出演的其他节目和动作 点击歌曲名字 则会将其添加到Apple Music的保存歌曲部分 虽然Insight类似于Amazon X-Ray功能 但目前不提供锁碎信息或完整演员阵容 且仅限于更新的剧集 网易晚点独家报道 地平线在7月初重组了智能驾驶算法团队 加大了对高阶制驾方案的投入 这是其打开征程六市场的关键 调整前 团队分为低阶方案Mano 中阶方案Pilot和高阶方案SuperDrive 调整后 低阶和高阶团队合并 由苏庆负责 中阶团队的大部分人员将加入地平线 与大陆集团和Carriac的合资公司 地平线的低阶方案基于前世一体积 提供LCC和AEB功能 中阶方案提供高速NOA和自动驳车功能 高阶方案则提供城市NOA在内的全场景置驾方案 地平线的低阶方案已被超过200款车型搭载 中阶方案被超过25款车型使用 此次调整可能是为了提升经营效率和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网易之东西报道 三星在新品发布会上集中展示了AI功能 几乎每个产品都围绕AI展开 展示了从折叠屏手机到智能戒指 智能手表和耳机的AI应用 三星的AI功能与苹果极为相似 甚至可以说是像素级对标 如AI写作 照片动漫化等功能 三星还强调了端侧AI 个性化和情境化的理念 与苹果的Apple Intelligence思路相似 三星与谷歌的合作也非常紧密 谷歌的Gemini成为三星手机的御用智能助手 发布会上 三星展示了AI在折叠屏 手表和耳机中的应用 如AI拍照 AI翻译 AI健康监测等功能 三星的智能戒指也正式发布 售价399美元 总的来看 三星与苹果在AI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 AI手机大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网易 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的 CEO克里斯托夫 富凯和前任CEO彼得 温宁克在7月9日 公开反对美国限制阿斯麦对华出口的政策 富凯指出 西方急需的芯片 很多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这种限制措施 实际上损害了西方自身的利益 温宁克更是直言 美国的限制是基于意识形态 而非事实数据 他强调 阿斯麦对中国客户和员工有责任 并会经历游说 以防止严厉的出口限制 网易 浙江省电力公司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6月底 浙江全省电源装机总量达到13611万千瓦 其中 清洁能源装机7118万千瓦 占比首次超过五成 浙江通过实施风光倍增计划等措施 推动清洁能源装机快速增长 清洁能源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新能源产业链的形成 还带动了新能源汽车出行和乡村用能电气化的升级 嘉兴海宁和绍兴科桥等地积极推进充电设施建设 力求实现绿色出行的全面覆盖 网易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6月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增长 但同比下降 今年上半年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89.1万辆和1404.7万辆 同比增长4.9%和6.1% 新能源汽车仍是增长的主要引擎 但纯电车型增速放缓 插混和增程车型快速增长 国内市场竞争激烈 消费信心不足 行业面临较大压力 中国品牌乘用车市战率已超过60% 新能源转型 推动自主品牌竞争力提升 全年汽车销量有望突破2200万辆 但下半年仍需面对市场环境和消费信心的挑战 网易 7月10日 格力与小米之间的专利战再度升温 起因是米家电风扇涉嫌侵权事件 格力在股东大会上质疑小米后 通过展示相关证据 指控小米电风扇侵犯其专利权 小米则坚称未收到任何相关诉讼 认为这是格力单方面的提速 业内专家指出 小米通过ODM代工模式 快速扩展市场 但也埋下了专利纠纷的隐患 格力则以其技术型企业的姿态 在专利维护上更为积极 尤其在空调领域不断探索 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两家企业 在专利市场地位上的激烈竞争 也揭示了家电行业整体竞争的残酷性 尽管格力小米之间的举语不断 但从长远来看 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 无疑是企业构建技术壁垒的重要手段 网易 7月10日 微软宣布其订阅制服务 Xbox Game Pass XGP再次涨价 引发玩家热议 其中 PC Game Pass PGP在党区的价格涨幅 接近70% 而最高级服务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XGPU 涨幅约为18% 除了涨价 微软还采取措施 限制玩家通过低价订阅其他会员 再转换为XGPU的方式 薅羊毛 去年 微软曾承诺 XGP价格不会因收购动视暴雪而上涨 但此次涨价 无疑打脸了这一承诺 尽管如此 微软仍强调 XGP的高昂开销是涨价的主要原因 未来 XGP能否物有所值 关键在于其游戏库的表现 尤其是收购动视暴雪后的表现 即将推出的Con21被寄予厚望 能否实现双向奔赴 将是对微软重金收购的一次重要检验 网易 近年来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商业模式迅猛发展 商务部直播电商行业高质量发展报告 2022至2023年度蓝皮书显示 2023年上半年 重点监测电商平台累计直播销售额达1.27万亿元 直播场次超1.1亿场 直播商品数超7000万个 然而在火爆的直播带货中销量不及预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商家因此与主播产生争议 近日 北京一中院审结了一起案例 A公司与B公司及其艺人王某签订直播合同 约定直播销售业绩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 B公司的服务费为15万元 然而 实际直播收入仅为4万余元 A公司认为服务费不合理 并怀疑王某粉丝数造假 法院判决 A公司需支付服务费及违约金 强调合同约定的旅行义务 网易 埃隆 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XAI与甲骨文 关于扩大现有协议的谈判破裂 马斯克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 XAI将自建用于训练AI模型的系统 XAI计划连接10万块英伟达H100GPU 为下一代GROCK模型提供算力支持 目标是在本月晚些时候开始训练 马斯克的野心或许导致了与甲骨文新谈判的破裂 甲骨文认为马斯克要求的速度不可能实现 并担忧电力供应不足 尽管如此 马斯克仍称赞甲骨文是一家很棒的公司 甲骨文创始人Larry Allison是马斯克的密友 曾支持过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 甲骨文还宣布与微软和OpenAI合作 提供额外算力支持 马斯克决定在内部建立AI训练基础设施 凸显出云计算提供商在资金充足情况下仍面临的扩张挑战 网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陈宇敖、姚兴灿、邓友金等人 成功构建超冷原子量子模拟器 首次实现超越经典计算机的模拟能力 验证了费米子哈伯德模型中的繁铁词相变 该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超导材料在低温下电阻变为零 具有巨大应用价值 但高温超导机理尚未阐明 难以规模化生产和应用 费米子哈伯德模型是描述高温超导材料的代表性模型之一 但其求解难度极高 量子计算提供了新解决方案 通过光晶格中的超冷原子体系构建量子模拟器 对费米子哈伯德模型进行模拟和求解 是理解高温超导机理的有效途径 中科大团队创新方法 观察到反铁词相变的确凿证据 为进一步求解费米子哈伯德模型奠定基础 首次展现了量子模拟在解决经典计算机 无法胜任的重要科学问题上的巨大优势 网易 在一系列丑闻的冲击下 波音公司今年的销售业绩惨不忍睹 当地时间9日 波音公布的数据显示 过去一个月仅卖出14架新飞机 其中大部分是货运飞机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波音的总订单仅为156架 同比下降了70% 尤其是6月 波音仅售出14架飞机 相较于去年同期的304架销量 暴跌了95% 其中只有三架是737 MAX型民用客机 而这三架中的一架 还是为了替换1月发生门塞脱落事故的故障飞机 交付方面 波音面临法律和生产挑战 6月总共交付了44架飞机 同比下降27% 但仍是今年交付最多的一个月 然而 波音今年迄今交付的175架飞机 远远落后于其欧洲竞争对手空客的323架 波音自年初以来事故频发 从舱门掉落 引擎起火到机翼受损 再到吹哨人 突发身亡 甚至连手架载人太空船 STARLINER也因染料泄露在太空中 飘了一个月 两位宇航员至今未能返航 这些事件暴露了波音飞机的质量和安全漏洞 导致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和商业部门负责人纷纷离职 波音因此受到美国监管机构 航空业界和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 今年3月 波音总裁Dave Calhoun宣布将在年底离职 董事长Larry Connor在5月离开董事会 商用飞机负责人Stan Deal也将离开公司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